中文字幕提供 選擇漂亮的雪耳 首先選擇白淚透黃色 底下的根部是帶深色的 雪耳只有一個像菊花的球狀 漂亮的雪耳通常都是3cm以上 雪耳才有質 雪耳不會有雜質 頭狀是很均勻和飽滿 好的雪耳一定是帶爽口 可能要等煮時間比較長 才會起膠質 大概一個小時 等煮時間夠就會起膠 雪耳漂亮的會發達一至兩倍 如果是那些劣質的 發脹可能一倍都沒有 如果是劣質的雪耳是純白色的 甚至乎有些根部都是白色的 為何會變白色呢 就是因為雪耳加工 被柳濃分得過濃 而且你聞下去 那些分得過濃的雪耳 帶少許新辣味的味道 就沒有那麼大 而且會比較鬆散很多 沒有那麼飽滿 而且你看起來 雜質一點點的就比較多些 那你很容易煮的時候 就要把餃質出來 還有可能煮完之後 糖水或者汁醉 就可能會帶微酸味 是比較容易煮熔 因為它已經被硫磺分到過了 就是和暖水最好 溫水四十三四十度就可以了 因為溫水可以令它快一點鬆軟 我想3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發脹那麼大 你最好給多一點點 發脹的氣命就大一點 否則它也不能發脹 I do not think I do not think I do not thin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